今天做一道好吃油一下饭的皮尔鸭 啤酒鸭几样做才更好吃呢 可是有方法 现在要去商店买瓶啤酒 啤酒已经买回来了 现在把鸭切成小块 这个今天不要块太大 它就不入味了 还有这上面如果太肥的 咱们要给它去掉 因为那鸭肉是比较腥的 你看鸭这个地方全都是肥 这一块我们就不要了 这一块是非常腥的 做啤酒鸭呢 这边焯水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就会很腥 就把鸭切成小块 加一碗 要不久了 这汤也喝起来了 做这道菜呢 材料不需要太复杂 葱姜蒜 干辣椒 八角香叶 今天这道菜呢 里边放的是猪油吧 会蒸香很多 这鸭肉一定要在里边 炒得干干的 鸭肉炒干之后呢 放入这些材料 进去炒香 现在这香味就出来了 现在鸭肉在柜里焖着 咱们去把鸡窝的木头给盯一下 每天干一点 因为天气太热 不要一次搞完 就搞出去 咱们过来干嘛来啦 知道做新鸭了 咦 好了 哇 太香了 刚刚好 这个蒜末一定要最后再放 翻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吃饭就来了 你先等一会我吃完再给你好吗 听话,弄 我再说成弄它就搅出一块样 谢谢,弄 乖了 回家时期着急,急得不行 什么样子吃呢大叔 看见没出现的样子 来,我拍一集吃,来来来 好,退退退退 可以,可以 来,吃 这还不行 我你吃都不咬的吗 我吃完再给你啊,不着急 它的食量非常大 它可以由我十个人 今天这道啤酒鸭虾饭呢真的是绝配 一口咬一些软烂鲜香 一点腥味都没有 最主要我们里边放了醋油 煸炒的时候 香味更香 好集合 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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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您的支持